你怎么评价这未来的婆婆 她思想什么各方面的太极端了 我们俩必定是年轻人 不能说老是按照她那个思想 那个年龄段来想我们 对 说句不好听 她都三十多岁了 她妈还一天呢 小宝贝啊小宝贝什么的 我心里边天儿都只起鸡皮疙瘩 小唐的意思是说呢 让我们俩搬出去住 就说跟我母亲分开 但是呢我母亲呢 就说一个人呢 穷小宝贝待大挺不容易的 这些事情我也跟她说过 包括这次我母亲离家出走 我跟她说 我说咱们得去把母亲接回来 上回咱们这编导去 正好也赶上了 到那儿去了好多回 每次都谈暮龙 谈着谈着就谈崩了 谈着谈着就谈崩了 你为什么想搬出去住 因为我觉得 反正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自己过二人世界 好多时候 包括思想观念啊 平时行为举止 有时候我下班晚 给公司发邮件什么之类的 我就要用电脑 然后我要睡得很晚 我刚才说我说 我先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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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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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说什么那天 我就说阿姨 反正现在您也这么大岁数了 干嘛不找一半啊 回到你们一块儿过 互相有了照应什么的 这不挺好的吗 然后她急了说 你不就觉着我是你们的累赘吗 不想天天给我在一块 她妈妈甩开吗 我说我怎么 就是那意思了 就我不管干什么好事 她妈都会变一个思想想我